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安安眠眠睡觉的时候 你们可知道吗 在华盛顿的总部有一个我们美国的民间组织叫做FAPA 他们就在你们睡觉的时候 努力的在美国的政治的首府华盛顿 做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安全 捍卫台湾安全的所有的工作 这个工作领导人就是杨盈彦博士 今天杨盈彦博士因为洛杉矶FAPA分会的年会 特别从Kansas City 飞到洛杉矶这边来 我们当然也把握机会了 我们邀请到了杨总会长来到我们的摄影棚 来请他来跟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聊聊 FAPA在2011年所面临挑战以及种种的事情 杨总会长你好 李延你好 大家好 总会长 2011年FAPA也要面临了一个挑战 我们讲每年都有挑战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 可以带你和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011年你所看到 你面临的挑战是谁 你要怎么处理 那只要我们现在的看法 是 台湾有国际上有几个行动 是相当有条件在 是 所以我们2011年 我们打明目标 大家可以分成三行 第一就是说台湾的国家主管 在那个 马英雄政府的 政行之下 这个外交虚偏的政策之下 我们台湾国家的主管 面临相当的危机 所以我们有一个要打明目标 就是希望台湾可以 建立两国 建立两国是要用 台湾国这个名字 我们希望台湾可以做一个 远政和平定的两国会员 可以说 for an equal membership UN membership 不是要看中国的头银 去建立两国 所以这是我们打拼 一个很重要的红尖 第二 台湾政府现在跟中国建立一个ECFA 是 比如说台湾的经济 用的100%外国中国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是 这变成中国是可以用 非武力的手段来屯兵台湾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危机 一个方法就是说台湾的博物要 做文化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推动到美国 建立一个自由博物交易 所以free trade agreement 美国如果轻做其他世界民主国家 应当会照美国 对美国做 对 像说是本还是后面 所以这是另外一项我们要打拼的地方 第三项 好 你说 好 现在FDA 现在打拼的有什么好消息出来吗 这很难说 好 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是 那叫一般专家的分析 嗯 台湾在排差不多第四位 哦 就是说韩国先通过 好 啊过来 Panama 过来川普 哦 通过医疗 哇 这不简单 过来这里 可以轮到台湾的分析 但是事情总是 不很简单 嗯 我们就是要继续发明 不可以说 路上就没要打拼 我们就叫做打拼 好 啊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台湾国家的安全问题 现在美国 库航部跟其他军航的专家在研究 台湾的空军 跟中国空军的军力 最差那么多 所以 为了保持一个平行 多少平行的政行 我们台湾有需要 向美国拆救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飞机 哦 我们现在说有这个 F-16 CD的建筑机 所以这行 我们法盘也 法盘要刷 去年有刷 今年也会继续 现在再问一下 现在很多人说 美国对马银酒政府 对中国的亲中政策 假如F-16 CD 很容易就机密会外泄到中国 是不是在 华府国会有这种考虑 有这种 这是民间在传 有没有 当然有 担保很厚 担保有 担保而已 你若照 较有地式的专家在分析 就是说这个F-16 CD 虽然是 比较精密的建筑机 但是不是美国 通过关系的建筑机 是 所以说 这种飞机的秘密 让中国 退去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反正也不是现代的损害 是 但是 台湾现主席就没有 建筑前进的飞机 虽然它不是 所以top of the line 但是 台湾也是很有 需要这种飞机 嗯 嗯 好 那这样讲起 那这次 这次像比如说 最近一次就是那个 希拉蕊先生克林顿 他到台湾 因为国民党五毒大选 他们就是邀请克林顿 要去办ECFA背书嘛 我知道发帕 现在有做了一些工作 使他 看到克林顿最后 发帕也没去 对没错 都没 他也没有对ECFA 没有说完全正面的肯定 对 在发帕上面是不是 我知道发帕写了一封 写了很多信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个这个工作 好不好 我们 在 美国政统统 Mill Clinton 决定在11月14日 要去中国 要去台湾 方向进行 我们差不多讲国外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发帕连线 发起一个 连速的配 你说发帕连线 领先 发帕领 发帕发起 要先 14.5的台北人团队 连速 小时典配 给Mill Clinton 配的来容就是说 他去台湾 11月10日去台湾 希望他要保持 他绝对的 中立 嗯 不要 在台湾 让国民党政府 利用去 并做退国民党政府 在宣传 这样就不公平 你没有管道直接送给柯林顿看 柯林顿看 有直接看到那个信吗 没有可能 倒队 刚刚一天看到 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当然有拜托 我们学生的人 把我们盗赏 哦 但是 这样比较可靠 不是 不是走的啦 走的 走的方法 不说很苛刻啦 是是是 啊 并肯定 到时候给我们回答 不过他把我们回答的伏 是12月催出的伏 那当然是已经过期了 所以当时看到 我们不知道 他到时候 政策伏伏是12月催出的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record 这样看起来 国民党如意算盘 好像没有完全打好 法博也没去 我看 美国政总统 美国克林顿 我那不是 傲人 他虽然 希望 可以 有一些收拾 就是去捞钱 有一些收拾 但是他也没说出 没用什么话 是是 他也是要照顾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也是要保持 保持美国对待的政策 所以他也不能轻轻说 这是那个 胡锦涛 跟欧巴马会面 我看 曹一芬自由时报 记者 他写一篇 专稿 台湾连线 还有那个中央社 后来山大塔 那边也有一个新闻出来 后来我们也为这个访问王乔龙 办公室主任 他也解释了这些 这样看起来 发帕对台湾的安全的保障 现在在新闻媒体上慢慢浮现出来 媒体上都有去报道了 关于这点说 发帕慢慢的 从以前对国会的一种 比较算是民间的草根组织愿做 而不在于自我宣扬说 我做什么事情 到现在很多媒体都会去报说 连中央社这部时报 他就会报说发帕做哪些事情 关于这一点 发帕的是草根组织 他的经费主要来是募款 那请教总会长一句话 那这样的话 既然有媒体在去报道 发帕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发帕有没有一个计划 让这个我们所做的 就是很多事情 让更多的支持台湾安全的人 加入这种支持发帕的行列 关于这种工作 那以前东西默默在做 起码既然媒体有报道了 那我请教你 那发帕总部有没有计划说 让更多的台湾人 台湾的 在住在台湾的朋友 还有住在美国台湾的人 知道第一点 华盛顿首府所有的演讲会 对于重点 比如说ECFA的讨论 他们的观点在哪里 有没有一个方法 让台湾的人都知道 这个演讲会的内容 第二个 有没有计划说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发帕的努力 那关系到他们的安危 那这样他们愿意 跟回过来支持他吧 你的看法 有关这个美国 Think Time 还是理事机关的 对台湾的讨论 他们自己去报告 我们如果有去参加 我们有什么建议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报告出去 现在说有关 发帕的活动 发帕的活动 我们当然是正确 为替我们报告 原因不是说 我们要 宣传我们的组织 原因是要宣传我们 台湾人 和台美人的议员 所以 我们发帕的 Mission No.1 就是说 希望国内 我们要正确国内的支持 台湾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 可以加入国内做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Mission 也是台湾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国中的媒体 来宣传我们的议员 希望国内的人数 包括美国 可以给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不是在正确 美国 可以给我们 帮我们 帮我们的活动 目标不是要宣传 发帕 目标是要宣传 台美人和台湾人的议员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说起来是这样的 是是 当然 美国要给我们报告 美国的台美人 是不是台湾人 那里子买 也多少会知道 他们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发帕的收集 也是靠 匯外的匯匯 跟当中的六关 说的是这样 等于小额募款比较多 是啊 当然我们有 也有大额 也有大额 辅助的更慌慨的人 我们也有关大条纸 一般是四条纸 听说北加州有一个人捐的蛮多的 有一个千日 有关美金 六十五万 没错 不过一般人是 没得通过很多钱 是是是 那这边我再来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 台湾COCUS的经营 不像以前 那么样的 比较容易 我意思说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那边 在华盛顿那边 撒钱的撒钱 撒生意机会 撒生意机会 有很多人慢慢慢慢的 也会受到很多诱惑 畢竟他们 撒到美国民间 他们也要做生意 好 这边一个问题是说 以前的发帕公司 是针对的国会的议员 那现在对美国民间的选民 这些草根的力量 这些基本上的一种 对美国建国精神 跟台湾的要求 这是符合的嘛 对这个民间的组织 民间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说 让更多的 美国民间友人支持 发帕这个草根组织 关于这点 我不晓得 有没有看到任何 我们发帕 打拼的 对象 主要是 国会的议员 中英的议员 跟参名的议员 不过我们发帕是一个 草根组织 嗯 所以 我们 国际的发帕会员 就是要 打拼 向他们当地的参议员 和众议员 去 游算 去跟他们 交友去跟他们解释 我们台湾人的议员 嗯 刚才你在说去 美国和台湾 有共同的 啊 core values 核心阶段 这跟中国的所谓 core interest 没什么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 共同的core values 就是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嗯 民主 自由和人材 中国没有这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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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共产党 可以对众议员 参议员下手 他不能对美国民众下手 没错 下不了手 是不是 他们用钱 啊 要来引入美国人 嗯 我们是用共同的隔断 嗯 希望争取美国的支持 是 这对美国是有 有利的东西 是 不是说 只对台湾有利 这对美国也是有利 因为这是共同的 basic 嗯 啊 所以 你如果说 向美国民间 选择我们台湾人的议员 这不一定法法 只能做 但 啊 全美国也能做 啊 像福禄国也能在做 啊 台独联盟也能在做 嗯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 所有的代表人都能在做 啊 法法在做的 超过運動 主要对于上 要是 国会就对了 所以现在还是在国费 对我感觉这是同概重要 嗯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法法同概 友好的 嗯 嗯 的东西 是是 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做 啊 啊 啊 法法的灰灵 跟全美国的灰灵 也有很多的中学的地方 是 无论灰到受灰 也是有利息的情形 对 好 那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那个 嗯 我们先看一个VCR 这是杨慧如 我知道 洛杉矶分会演讲 他有 他有讲到一部分 就是对年轻人的那种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VCR 做事情 其实我有一几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的 就是说 刚刚那个青年领袖营啊 那 我在台湾跟很多 五都的议员 甚至是二十一县市的议员 其实都很多都感情还不错 那台湾新一辈的包含 网路上面的年轻领袖 其实也可以邀请一起过来 所以下次希望能够把规格 拉得更高一点 比如说 呃 可能明年 可能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 明年 那我们可以邀请更多就是台湾 实质上已经成为社会领袖的年轻人才 来到来这边参观 法帕的 参加法帕的青年领袖 领袖演习营的话 总会长 就是说 他意思说 因为法帕他有培养的这些台美年轻的一代 到DC那边去 受训啊 接触国会议员啊 所以他觉得说 台湾年轻人 或新世代的那些 意见领袖们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也可以到DC 来加入这里面的训练计划 你的看法 这有两个东西 是 第一 法帕本身有一个 组织在的 是 有这个 法帕 Young Professional Group 就是要让年轻人来参加 是 对象就是年轻人 所以 每一年八个 咱们邀请这些 YPG Members 来Washington DC 参加训练 训练 训练 大家作为去国会 游戏就对了 那游戏 有时候说起来 去唱歌 唱歌 台美人跟台湾的议员 这是一项 是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来美国的 台湾人的年轻人 我们 国中 台湾以上的 都能够 来申请来参加 这是一项 第二 我们法帕 去年二月 有办这个 说到这个 Leadership Workshop for Emerging Taiwanese Leaders 就是说 青少年代 台湾领土家的训练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邀请 将来很有希望 并做台湾领土家的 年轻人 来美国参加 现在对台湾年轻人 也可以参加 没错 这也是要经过 一个心情的抽象 是 所以我们去年 差不多有 二十个人 受到发泡 邀请 有来美国受欢 已经有了 已经有 去年二月 去年二月 有班过 这是 很好的节目 是 费用是非常好 但是 很好的节目 因为法帕 有一些 人数的主缘 就是说 我们跟 郭文医 跟郭宏波 跟国会 都有一些交配 有的是 现今的 官员 有的是 退休的官员 这都是专家 我们可以带来 给我们 解释 向我们这些 新生代的领导者 解释 说美国的政府 是怎样在组成的 是 怎样在运作 我们将来这些 台湾人的领导者 一定要有国际观 一定要对 主要国家 包括美国 日本 有相当的认识 是 所以这算一个 相当重要的 介绍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所以这是 相当好的节目 我们想到 这20个人 相当的欢迎 不过 本人相当初 所以不一定 可以每年 铺行 会再继续 这样 这不错 我感觉这是好的节目 Vision Vision 可以扩大 对 那这样的话 就是针对在 所以并说 我们有一个 YPG 这是Ungoing 还有一个 Leadership Workshop 这都 这是 periodically 我们的固域 YPG是每年都有 都 YPG没关系 我们还有 现在开始在做 那个 Regional Conferences 刚才我说 八月有一个 National Conferences 是 国家 急的会计 在DC固域 我们现在要去固域 平行性的会计 是 是 那较不需要 大家 大家都要去DC 可以在 像今年二月 要在Dallas 和Houston 在DC集固域 哦 我们今年没做这个 今年要去那里就固域 哦 这样哦 所以 Regional Conferences 是 所以这都是 对少年部的 哦 有没有可能针对 现在台面上的 政治人物 譬如说现在很多 很年轻的政治家 现在 弄起来 像 杨昌正 这个年轻人 当个 小镇长 或是当立法委员 刚第一届立委 这些人假如是 能够结果 发帕这种 带来美国训练 阿Vision会不会扩大 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 所爱的对象 嗯 今年二月 王政务 議員有来 哦 蔡岳如 大家 那些人 分任官的 官議員 他们都有参加 对 有来参加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朝这个改革的 青年轻轻轻轻 可以来参加 对对 如果一些是 中央好的人来参加 哦 所以如果一些社群的人来参加 这买下种子 一一一一一 都关了 就是说 我们知道 王政务 蔡岳如 这一堆的人 都是 很有希望 将来台湾人来下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他们 封款他们的感觉 拓展他们的 vista 说起来是这样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杨总委长 现在发帕是在每个city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分会 那现在分会的运作 有没有可能跟总会更加紧密结合 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最近朗朗 在美国这边谈我的祖国 上甘林那个主地区 这种事情是严重侮辱 到了美国的一种国格 但是这一点 我还没有看到发帕有任何组织 因为发帕是美国民间组织 没有民间组织出来 或是带领的美国当地的 这些美国本身的人 发表任何言论或声明 针对这个侮辱美国的发表看法 我现在是看不到有这种活动 我意思说像这活动 有没有可能有总会来领导各分会 去把这些有关于这些 不正常的这些举动 加以揭发 让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发现 我去访问很多美国人 他们都不知道 华盛顿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美国太大了 我是认为发帕有责任 因为既然是美国组织 就是美国民间力量的扩大 可以影响到国会的运作 你的看法 这人人的事情 当然是对美国 很无礼嘛 对 很无礼嘛 对 他也是已经二十八岁的人 他也不可以说 他都不知道这条官的背景 不可能 他跟美国的NPR在说 我看这个说起来是没什么老实 是是是 他要沿造一个现重要的歌 要在现重要的地方 要在现重要的中央 他应当时有去研究一下才对 应该 所以没什么可能说 他都完全不了解这条官的背景 所以他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当 不过我是没觉得说 法国有需要 担对这个事情 去 特别 特别去 特别去什么 控制的运动 我们的focus 我们的重点 也许 也许在台湾和台美人 美国本身 就已经有相当的反映在的 你如果照顾一下 稍微看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NPR在报告 就是说美国 已经有 对这件事 有相当在注意 所以我是没觉得说 我们有需要 去跟他 特别的 配奔 但是 我们中部 法国中部 跟我们五十部的 分会 都有保持一个 相当的联系 正说 我们要发挥 美国支持台湾 进入联合国 做一个 Fall and Equal Member 这个事情 我们就马上 欢呼还是拜托 我们国分会 去打招 所以国分会的会员 就去他们地方 跟他们的议员 跟他们的议员 跟他们刷博 所以他们来 招责 这个议员 这是我们 有需要做 就是工作的重点在这里 对 我们的重点在这里 是是是 中国的事情 我们当然要批评 如果对台湾有什么 损害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快要注意 我们的贵励 没说很多 所以说 你对台湾有伤害的时候 对 对 我们绝对会说 我们绝对会说 了解 像中国 如果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美国的媒体 还是怎么说 我们当然会去反应 了解 我们就会去反应 欧京头 要去北京 跟欧巴马纪明 我们的夏威 让美国总统 不能出席台湾 我们台美人 会去北京 市府游行 这都有在做 因为我们要照顾台湾国家的利益 就这样我们会去做 这样 最后 现在总会长 跟我们观众朋友 跟他们呼吁一下 有关于发帕的工作 需要他们什么样的协助 或者你希望得到 哪一种他们对发帕的支持 现在农历年也来了 是 没错 给我们观众拜个年好吗 主要就是这样 大家希望关心台湾 发帕如果有发起什么运动的时候 希望大家到支持 不管是在美国本身 还是在台湾国庄 接下来 祝福大家心里快乐 谢谢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新年到了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在美国这边 草根组织发帕 我们今天访问到了 杨总会长 在大家领导下 发帕的挑战 我相信都能够一一的克服 而且做得更好 今天非常谢谢杨总会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你 感谢感谢 感谢 感谢